韩红背后到底隐藏了多少秘密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不理解 今天就给大家说一下 韩红一路走来不为人知的秘密 1971年 韩红出生在一个艺术家庭 父亲是相声演员 母亲是歌唱家 他也曾有过幸福的童年 但人生无常 6岁那年 父亲在演出中不幸去世 后来母亲改嫁 年少的他 第一次感受到不处和沮丧 9岁那年 韩红一个人坐上开往北京的火车 投靠奶奶 没有父母呵护 他变得自卑 不爱说谎 在奶奶面前她懂事听话 第一次到奶奶家 就拿扫把打扫尾声 笑着对奶奶说 我能干很多活 并且我不喜欢吃肉 奶奶听完心疼的抱住孙妹说 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 从此 奶奶便是韩红最温暖的依靠和陪伴 在奶奶的细心照顾下 她变成一个自信开朗的人 话也不问起来 也许是艺术家庭的原因 韩红的梦想就是唱歌 14岁被选入军区文工团 没几年就加入演出队 虽然家里很穷 但奶奶一直支持她的梦想 常常嘱咐她 有本事了 别忘本人 别忘恩 这句话一直伴随着韩红 1995年 韩红因没钱拍喜马拉雅的MV 奶奶便拿出积攒多年的积蓄 支持韩红做音乐 也就是这个MV 开启了属于韩红的歌唱时代 短短几年大街小巷 过的都是韩红的天路 她多次登上春晚 并且得了很多奖项 成为了华语天后 韩红能如此的成功 背后离不开奶奶的支持 让韩红在自己的音乐道路上 一直坚持着 即使受到外貌上的质疑 也从未放弃自己的梦想 而就在韩红春风得意的时候 2005年的一个春天 韩红的奶奶去世 世上唯一爱她的人走了 她彻底失去了归途 奶奶走后的三年里 她不出门 拒绝演出 因此得了抑郁症 她常常想念奶奶 想起奶奶对她说的那些话 直到2007年 她才突然醒悟 韩红为什么天天喊穷 有人说明星不是很有钱吗 说解韩红 有的人说她是一个唱歌人 但是她还有一个身份 就在她奶奶去世后 便走上了公益的道路 这条路注定就是普归路 2008年 汶红捐了330万 彼克救出对疫情 先后五次奔赴灾区 2010年 玉树地震 她再次筹集大量物资和上款 随着捐款的数额越来越多 2012年 韩红成为爱心基金 2019年8月8日 正式获得慈善组织公开募捐资金 2016年到2018年 中国基金会透明指数拍摇法 韩红基金会以满分的成绩排名第一 而别人都在黑她骂她的时候 她用行动狠狠地回味个人光 去年武汉疫情爆发 为了筹集上款 韩红推迟了自己的演唱会 通过韩红爱心基金会 发起了武汉募捐的活动 短短三天 韩红筹集上款1000多万元人民币 其中有一百多位明星的参与 很多次因为大家的捐助而感动入内 甚至不惜下跪感谢 她感谢了所有人 却唯独忘了自己才是最温敏的那时候 她已经坚持慈善事业近20年 而这次发起的捐款 只是她善举中的冰山一角 在1999年的一场缆车事故中 一名幼童公司父母 韩红知道这件事后 便创作了天亮的这首歌曲 后来她也成为韩红收养的第一个孩子 接下来的20年 她收养了280多个孩子 在慈善的道路上 让韩红几乎一贫如洗 甚至轻骄荡肠 但是她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韩红为了公义不要脸 甚至不要病 就在她消失的293天 她始终奔赴在救援的一线 哪里有困难 就会有韩红的身影 在她最缺钱的时候 甚至下跪求别人 她做的这一切 究竟为什么 在一次百人圆轻的救援中 不管地形多么的复杂 地势多么危险 韩红永远都是坐在第一辆车 因为她说要死也是我先死 就是这样一个女 还有人觉得她做的这一切 都是应该的 在救援的过程中 一个脸色发白 嘴唇发紫的小姑娘 吸引了韩红 询问后得知 小女孩患有严重的心痛病 手术风险特别大 一下子戳到了韩红的心 在和医生短暂的过风后 她当即说要给她找最好的医生 当时感动了全场的人 后来小女孩父亲说的话 让所有人愤怒不一 可能要把过程中的 它们把好像人们在 感觉自己去的地方 那要带光到自己去 实在 还有个 什么觉得 或者自己的感觉 让她看见 别有什么 什么 上来 只能让她看得到 她 就要接受 实际要接受 她 行 我的前 后来小女孩 变来 我是一首嘴听的唱歌 不管她怎么想 如果 如果我们坚助 能够挽救她的生命 我愿意就这样的奉献 有些人他就是觉得你全心坚加算不算的 他有这样的想法 他能跟你说这样的真心话 我会生气的 因为韩红心里一直有一个遗憾 就是奶奶曾对她说 大红 你能不能带我去北京找最好待遇 这句话一直回荡在她心中 这种无助 韩红深深的遗迹 因为自己受尽人间冷暖 所以她更需要帮助那些无助的人 就是因为在她的号召下 有很多人加入进来 有志愿者 医生和明星 一路跟随韩红近十年 韩红说 一个人的力量是很薄弱的 如果大家都加入进来 我相信梦想就实现了 如今49岁的韩红没有结婚 没有生孩子 却收养了200多名孤儿 成为了200多个孩子的母亲 很多人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做 也许只有她自己知道